录一段纳西族的古老宗教东巴教的这些图腾柱 还有这个雪山 还有这个蓝天 还有这个白云 有没有朋友想录视频的 所有想录视频的朋友们一起飘出三个六 我们给大家录一段30秒钟的完整视频 感谢我们保送出的礼物 谢谢我们保送的礼物 这里有一个大的红包和福袋 大家都可以参与一下 准备好了没有朋友们 准备好了一起飘出三个六 飘出三个六 我给大家录一段视频 一起把美景给大家呈现一下 来朋友们我们准备了 对大家在录屏期间不要点灯牌 不要点灯牌 我们把雪山和图腾柱一起呈现出来 朋友们倒数三个素 三 二 一开始 追准的游客图腾柱 以疫情和工作 请大家快带领导 保持安全距离关卡 尽量的起步 即将开始 请全体起立 月费雪山 并且拖击 好了朋友们 为大家 为我们全国的老百姓一起祈福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啊 感受一下这个在雪山脚下 震撼的祈福仪式 这个祈福仪式在以前的时候 已经传承了一千年的时间 祈求五谷风登 祈求风调雨顺 祈求国泰民安 我们希望大家 我们不用去信仰这样的宗教 我们怀着一颗敬畏之心 一起来看一看 一起来感受一下 古老的文化 欢迎我们所有新晋直播间的朋友们 欢迎大家 我们到那边去啊 找一个这个 比较这个正面的一个距离 给大家看一下 这里也可以 对这是雪山 这次在雪山脚下的一个经殿 这是纳西族的东巴 这场演出呢 我不太方便 这个说更多的话 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帮我听点赞 觉得很精彩的话 可以三个六飘一波 三个六飘一波 我们要求您 保佑各族儿女 守卫三江大地 言之不足则歌 歌之不足则舞 不等歌之舞之感恩 神的护佑 吧 祖国 山河永固 人民乐业安居 锁住幸福 锁住希望 锁住一切 美好愿望 这是我们纳西族的东巴大德 纳西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 他们生活在丽江 玉龙雪山山脚下 长达一千年的时间了 他们也是一个游牧民族 进化成为了一个龙根民族 这是在每年种植龙作物的时候 东巴大德们会举行这样的仪式 来为了庆贺丰收 祈求五谷丰登 祈求丰调与顺 背后就是神圣的一种雪山 今天的雪山特别美 山顶是飘了这样的云彩 希望大家一起双击屏幕点点赞 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古老的民族 《法律丰调与顺》 火星世 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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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想录雪山的朋友们,咱不着急 一会儿呢,我找个最好的角度 给大家录一个雪山的倒影 今天雪山的美景太美了,说实话 来,朋友们,我们先往前走 我们先往前走一走 我们去找一个地方 给大家录一下雪山的美景 我今天要带大家看一下 我今天要带大家去看一个特别好看的地方 那个地方是录制雪山视频最美的一个角度 我们现在一起去走一走 欢迎我们所有新进行直播间的朋友们,欢迎大家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 我们现在是在云南的丽江玉龙雪山山脚下 我们现在先去看这个雪山的倒影 然后呢,我们会走进这个神奇的罗美勒大峡谷 希望刚刚滑到的朋友们 千万不要离开直播间 今天我们会把整个的美景全部呈现出来 哇,这是什么花 这个是什么花,我们去看一下 这个是什么花,给大家看一看 这个花,硬生的雪山特别漂亮 这个花有朋友认识的吗 哇塞,这是什么花,在雪山脚下 来,家人们 认识这个花是什么花的朋友们 可以打得公平上 我不是特别认识的 还有蝴蝶来吃这个蜜蜂啊 怎么还有蝴蝶来这个地方 看到没有,这个蝴蝶 蝴蝶也来吃这个蜂啊 吃这个蜜啊 还有什么,还有就是蜜蜂啊 对,这个蝴蝶看到没有 这个蝴蝶也在吃这个蜜 就在雪山脚下 这是樱花吗 爆米花 有的说是梅花 这到底是什么花 我不知道诶 我也没有见过这个花 这个为什么还有蝴蝶来吃这个蜜 吃这个蜂蜜呢 蝴蝶也喜欢吃蜂蜜啊 这个花是白色的 然后呢,开的特别素雅 也特别好看 有的说是樱花 有的说是桃花 有没有人有个正确答案的 哇,这个花还没有完全开 如果全部开的话更美啊 哇,这个感觉太漂亮了 朋友们 我们你看了没有 远处的雪山 雪山顶上还有一朵云彩 再加上这样的花 这个角度真的很完美 在这里你穿一个古装的 古装的这个衣服来拍个照片 哇,这个十分完美啊 所以大家 现在是阳春三月 很多花都开了 这个叫樱花呀 那我估计应该也是樱花 这个白色的樱花确实很少见 有没有朋友想录个视频的 想录视频的朋友们 打一个想字 如果想录视频的朋友们比较多 我们给大家录段 三十秒钟的花 好不好 把花给大家录一下 然后再接着往前走 因为今天我们要走的地方比较多 要把整个的峡谷全部走完 还有更多的美景在前面等着我们 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去看一看 今天带着大家一起 把所有的美景一直直播到十二点半 一直直播到十二点半 好的来给大家录段视频啊 我们从近处慢慢的往后拉 大家一起准备一下 一起倒数三个素啊 一起倒数三个素 把蜜蜂也录进来 好的 我拿手指抓个蜜蜂嘛 来朋友们准备了 三 二 一开始 一开始 好了 感谢所有 欢迎我伟哥 对 美不美 家人们 美不美 觉得很美的朋友们一起飘出一个美字 觉得很美的朋友们一起飘出一个美字 我也是一个偶然 我以前不知道这是什么树 我每次走过来都看到这个树在这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什么花 到了春天我终于知道这个是什么花了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白色的樱花 看起来特别漂亮 而且这个花骨头特别的大 我觉得这种花吧 你看着这个特别舒服 因为什么呢 这样的蓝天 这样的白云 映尘之下 你看到这样的美景 你会觉得心情很舒爽 你会觉得特别的开心 你看看这样的花 对 这个樱花太美了 而且吸引了很多的蜂蜜 蜜蜂在的这个彩蜜 也在这个彩的蜜 汉宝哥说第一次见 有没有朋友见过这样的 有多少朋友第一次见白色樱花 第一次见白色樱花的朋友们打一个一 以前见过白色樱花的朋友们打一个六 我来看一看 如果是第一次见到白色樱花的打一个一 如果是曾经见过白色樱花打个六 欢迎所有新晋直播间的好朋友们 欢迎大家 我是一个户外主播 我每天都拿着手机 私处寻找一些美景 今天是来到了云南的丽江 玉龙雪山山脚下的雪山峡谷 正在现场为大家直播 雪山在哪里 雪山在这里 我们来看看雪山朋友们 雪山也是非常的美啊 为什么呢 雪山就在我们的正前方 看到没有 这个雪山太漂亮了 这个雪山山顶上有云 也有雪 有没有看到雪朋友们 看到雪的朋友们 一起飘出一个雪子 一起飘出一个雪子 乐心若见的太多了 那看来是主播比较孤陋寡谋 主播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美的这个白色樱花 我觉得看到这样的白色樱花 心情很舒服 而且特别纯净 你感觉一尘不染 感觉它特别干净 对吧你会觉得哎这个花太太漂亮太舒服了 心情特别的舒畅 对云也有 蓝天也有 雪也有 樱花也有 今天的景色 全部都融合在一起 说实话我是不会拍视频啊 我要会拍个视频的话 拿一个好的相机来拍 一定是能够一定是会报的啊 家人们给我们榜一 榜二 榜三点点关注啊 给我们榜二的林姐 榜三的必胜客 榜一的宝点点关注 也给我点点关注啊 我呢 下一站是去西藏的林芝 给大家播七天的花 播什么花 播林芝的桃花节 把林芝的桃花带给大家 希望喜欢林芝桃花的朋友们 关注一下我的直播间 跟着我去林芝去走一走去看一看 把那些美景都给大家呈现一下啊 感谢大家的支持了 对 没有关注的朋友们 都可以关注一下我的直播间啊 你看这个 你看这个 这个花真的漂亮 哇塞 这个确实是非常的 纯洁的一种花 非常美的一种小花 对 我没有工会 我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 就是一个普通的户外主播 只不过呢 每天都拿着手机 为大家呈现一下美景 希望能通过我的努力吧 把所有的美景呈现给大家 让大家能够 在我的手机里面 跟着我的手机一起 一起云旅游 一起看美景啊 太美了 很扬眼是吧 对 这样的话 你看起来就觉得很舒服 对 没有关注的 大家都可以关注我一下啊 关注我的直播间 跟着我的手机 一起云旅游 关注电子上角就可以了 还想录个屏 好的 来朋友们 有多少朋友想录视频的 想录视频的朋友们 一起准备一下 准备好了之后 打出三个六 三个六的是我们的录屏暗号 我给大家录一段 三十秒钟 我找一个最完美的 这个白色的樱花 给大家好好的录一下 把美景都给大家呈现起来 你看这个花 我去 这个太漂亮了 确实特别美 背后是蓝天 这个蓝天觉得特别纯净啊 美不美 朋友们 觉得很美的家人们 我们一起点点赞 朋友们 二十四万的点赞 大家一起帮助一下下雨点点赞啊 我们鼎鼎直播间的人气 来家人们录个视频 从近处开始录啊 一起准备一下 三 二 一开始 我们接下来要抵得的就是 我们的一个景区 海拔最高的一个位置 海拔的话有2760厘的一个关节比较 然后我们的关节比较 我们就可以上看选三 下看我们的大潮湖了 然后在我们眼前 红色的这一座玻璃桥 就被后称为 爹西北海拔卷刀 跨度最高的玻璃桥 可以到我们眼前吧 然后大家等会的话 也可以去等会一下 上来以后先不要乱跑 先集合 一和两三分 怎么啦 怎么怎么跟你们都为凌处 然后以右手边那个匣子 怎么大招 自己去玩啊 上来以后先集合 先集合 好了朋友们 我们继续往前走啊 来家人们 咱抓紧时间继续往前走 跟着一些游客 咱一起往前走 因为咱今天要把整个的雪山峡谷 这个大峡谷全部走一遍 把所有的美景都呈现给大家 刚刚进入我直播间 还没有关注过的朋友们 关注一下我的直播间啊 关注我的直播间 可以跟着我的手机一起 云旅游一起看美景啊 朋友们 感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所有送出礼物的好朋友们 对这个地方是什么呢 雪山峡谷 是在离立江古城 一个小时的车程的一个 美丽的风景 雪山在哪里 雪山就在我们的正前方 看到没有朋友们 雪山山里今天的云彩特别美 我们下一站 是为大家直播一下 雪山的倒影 把所有的美景都呈现给大家 所以今天滑到我直播间的朋友们 千万不要离开直播间 这么美的直播间 谁都不忍心离开 因为你滑走之后 可能再也找不到这么美的直播间了 我呢 每天都拿着手机 为大家寻找美丽的风光 我没有团队 没有工会 就我自个儿一个人 下一站为大家直播 西藏的灵芝 4月13号 为大家直播 西双板蛋的 歹足泼水节 每天都是美景 每天都是一些美丽的风光 喜欢的朋友们 可以关注一下 很多朋友 我都没有讲 很多朋友买了我的商品了 很多朋友都知道 下雨呢 是 虽然我的这个 在线人数不是最多的 但是我的直播间是什么呢 是整个抖音绿色平台 全网最高分的一个户外主播 我的分数是五分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的分数是五分啊 朋友们 没有任何人说实话 我从来没不知道 还可以拿到五分的 原来我是4.99分 然后两天之前 我五分了 满分了 这是抖音绿色平台 对我的评价 也是我的所有铁粉 买过我产品的朋友们 对我的一个认可 所以大家 如果说有需要的话 可以到我的小黄手里逛一逛 有很多商品 你喜欢的话 可以去看一看 感谢大家的支持了 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 对 云南的玫瑰花饼啊 好的 给大家讲一下 玫瑰花饼 再链接一 云南的石油玫瑰花 所做的 云南就是一个鲜花的世界 鲜花的海洋 花太多了 用云南的石油玫瑰花 所做的 一盒饼是十个 一盒饼包邮到您家 只需要16块8 划下来一个饼 只需要1块6毛8 价格很划算 大家可以看一看 云南最好吃的鲜花饼啊 我们继续往前走 朋友们 我们现在去哪 我们现在下一站去看 我们美丽的雪山的倒影 然后呢 走进峡谷里面去 今天总之 都是一些美景 都是一些 从来没有播过的一些地方 呈现给大家 喜欢看户外的 大家一定要关注我的直播间 跟着我的手机一起云旅游 千万不要离开直播间 错过真的就再也 找不到这么美的景色了 你看这边这些花啊 特别多 我给大家看看这个地方 你看到没有 这些 这是什么花 马上就要开了 现在是花孤独 有朋友认识吗 这一树都是这个花 好的好的 谢谢我们的玉树林峰 感谢我们的小 小雨点 谢谢我们的小雨点 来朋友们看到没有 这一树全是这个红色的花 这个红色的花 要开的话 我的天哪 太美了 我们一定要给大家 好好的播一下 洗衣液很好用哦 洗衣液价格很便宜 19块8 五金包邮到您家 您五金的洗衣液 从家里 从超市拎过来拎过去 很累 超市都卖40多 我这只需要19块8 价格很划算 这个海棠花啊 有的是苹果花 家人们咱预约一下 等到从林芝回来了 我们一定要来这里 把这个花给大家剥一下 一树全是花 现在全是花过多 看到没有 全是花过多 我们一定要给大家 好好剥剥这棵树 这棵树太美了 背后的樱花 大概还开一个星期 最近大家如果想来云南 看花的话 抓紧时间来 云南是个花的世界 花的海洋 四季新花开不败 讲的就是我们云南 当然了 昆明的花更多 丽江的花也很多 大理的花也是一样的 来我们接着往前走 朋友们 今天的美景太多了 我们抓紧时间 赶紧去看一下 这全是花 哇 来给大家想象一下 如果这里的花 全部开的时候 是什么情况 这树上全部花 开红色的 看到没有 这些都是红色的花 小花骨朵 等它全部开了之后 你走过这个圆门 走过这个拱门 真的是穿个汉服 从这走过去 太美了 无敌的场景 这真的是无敌的场景 最多再等三五天的时间 因为它的花骨朵 全部都出来了 看到没有 全是小花骨朵 全是小花骨朵 这个太美了 所以希望大家 想看这些美景的 一定要关注我 我们都会把这些美景 抽最合适的时间 为大家一一的展示出来的 来我们接着往前走 朋友们 接着往前走 哦 这里有租汉服的 看到没有 这里有租汉服的 租这个汉服 也是很不错的 来我们去看一下 那个雪山的倒影台 那个倒影台是非常美的 哇 今天这个云彩 看到没有朋友们 这个云彩像什么 像个水母一样 我们去看看这个云彩 我们一起看一看 朋友们 我们去爬到顶上去看一下 我们去看一下这个 雪山的倒影平台 去看一下 从这里走上去 对 这个地方有个镜面的玻璃 可以去倒影 全部倒影出来 你看这个 哇 去太美了 家人们 超级美啊 超级美 大家千万不要离开直播间 跟诺德手机一起走一走 一起看一下 我今天会把所有的这个美景 全部呈现出来 让大家通过手机 一起云旅游 一起看美景 你好 你好 你要上去吧 对 上面需要买票的 我有票 我是直播的 有你们那个票 那你要上去吧 那个鞋脱一下 我知道 你放心 谢谢了 没事 朋友们去看一看 来 我上去给大家看看 我要脱鞋上去 因为什么呢 脱了鞋之后比较干净 咱把整个雪山给大家露一下 我先给大家看一点 来 家人们怎么样 完不完美 无不无敌吗 如果你觉得很完美 觉得很无敌的话 一起打出完美两个字 一起把完美两个字 飘一波 我给大家呈现的美景 我说实话 可能你来丽江 玩个十次八次 都不一定找得到 但是我成的角度 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会在我直播间 有一种视觉的 震撼的效果 你会觉得 哇 原来丽江可以这么玩 原来丽江这么美 所以希望大家 今天滑到我的直播间的朋友们 千万不要离开直播间 一定要跟着我一起 把整个的美景 全部看一遍 也希望大家 把直播间分享一下 分享给你的好朋友 分享给你所有的 亲戚朋友 一起来看一看 欢迎我们来 节修姐姐 想录视频 好的 我应该拖鞋上去录 还是在这录呢 我在这先录一下 我们先在这底下录一个 好吧 录完之后 我再拖鞋上去 我再从不同的角度 大家多录几个 今天把这样的美景 全部呈现出来 希望刚刚滑到的朋友们 还没有关注的 都可以关注一下 我的直播间 我们一起点点赞 好不好朋友们 边看美景边点赞 因为点赞是 抖音绿色平台要求的 25万的点赞 咱今天要求不高 大家能不能 420个人一起动手 一人帮我点50下 咱们把它点到个 27万好不好 点到27万 我们录一段 30秒钟完整的视频 下单视频 谢谢我们的美丽意念 谢谢对我下雨的支持 谢谢了 大家如果喜欢这些产品的话 直接下单买就行了 下雨的卖货分 抖音绿色平台 全网最高分 满分五分 没有任何主播 应该说比我更高的分数了 所以今天我也是 大胆的放心的 给大家推销产品 大家都去看一看 来我们25.4万了 朋友们 一起双击屏幕点一点 一起戳一戳 我们把点赞直接点起来 我们直接先点到一个27万的点赞 我们找一个最好的角度 给大家摇一下这个视频 摇上30秒的视频 给大家呈现出来 这里是云南的丽江 玉龙雪山在我的对面 我在山脚下 好的金鸣姐姐 那你挂着这就行了 或者你看一会儿 你再推出去就行了 来朋友们 一起准备一下 我们27万已经点到了 大家很给力 感谢所有给我摸摸点赞的朋友们 一起准备录视频 一起倒数三个数 朋友们 三 二 一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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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朋友们 我们录片结束了 其实就差一个美女 如果有个姑娘穿着汉服 在上面来跳一支舞的话 这个景色我给你讲 你拍个视频你不火都难 所以大家下次来到云南 如果时间方便的话 建议大家一定要来这个景区看一看 真的非常的美 对 您就想象一下 就您自个穿个汉服坐在这 坐在这多漂亮 然后在这如果能摆几个姿势的话 这样的天空之境 硬撑出来是蓝天白云和雪山 特别的漂亮 也把这样的美景和今天的好心情送给大家 希望我直播间所有的朋友们 周一都能够开开心心快快乐乐 在我直播间咱最重要的是 开心和快乐 感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所有的好朋友们 什么时间去自己家 我觉得什么时候来都可以 丽江不是特别挑时候的 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美景呈现出来 都有不同的美丽风光 这个地方离雪山比较近 所以今天看到这个雪山特别的近 仿佛雪山就在眼前 对着这个玻璃 然后我们现在准备去走这个玻璃栈桥了 我们去把玻璃栈桥的美景也带给大家 今天我说了 我会把整个的雪山峡谷全部去走一遍 把所有的美景全部带给大家 希望刚刚滑到我直播间的朋友们 千万不要离开直播间 跟着我们一起看美景 跟着我们一起云旅游 虽然我这里不打PK 不需要大家送贵重的礼物 只需要您帮我一起点点赞 一起双击屏幕点点赞 把点赞先点一点 是的 这里是一个玻璃的天空之境 来朋友们一起双击屏幕点点赞 有小星星的朋友们 能不能来送个小礼物 来朋友们 有小星星的能不能送个小礼物 不用给我送贵重的 只需要一人点个心意就行了 我们先把人气顶一顶 怎么刚才还500人的 感谢我们的博弈 感谢博弈这位朋友 家人们跟我们榜二的博弈 博弈大姐点点关注 是个大姐 感谢我博弈大姐 我关注一下博弈大姐 家人们跟我们榜二的博弈大姐点点关注 谢谢了 谢谢对我下雨的支持 对 下雨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 没有参加工会 工会你也不用私信我 因为我也不想参加工会 我想参加工会的话 我觉得就可能丧失自由了 我就想为我们老百姓拨拨美景 因为我妈现在她也干不了龙活了 在家算是退休吧 她是没有退休金的一个退休的人 我妈就在家待着 所以她也不太喜欢出来旅游 有时候觉得累 一年出来个一两次 更多的时间 她是通过手机看美景 所以希望那些 在家里面不愿意外出的朋友们 关注下午的直播间 跟着我的手机一起 云旅游一起看美景 感谢博弈大姐对我的支持 博弈小姐姐 私密账号 感谢博弈姐姐对我的支持 还是个私密账号 谢谢了 对我也关注不了 是个私密账号 谢谢感谢了 感谢姐姐对我的支持 感谢了 来家人们 咱接着往前走 接着往前走 这里还有朋友想录视频吗 没有录上的 还想录的 打个三个六看一下 几个人没录上的 我们要往前走了 欢迎我们所有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 欢迎大家 这里是云南的丽江啊 对博弈姐姐是一个私密账号 感谢对我的支持啊 就三个人没有录上 那三个人咱就不录了 咱就接着往前走 有五个六个 六个人没录 七个人没录上 好吧 那我们为这七个人一起录一下 来朋友们一起准备啊 什么时候上雪山啊 挑选一个好的日子吧 上雪山成本比较贵 上雪山直播一天 光门票就要四百多 门票加氧气 加羽绒服 成本比较贵 来这里比较便宜一些啊 过几天我主要是想把 更多的经费节约下来 我打算去去 林芝为大家直播 林芝的美景 来给大家录一段视频 大家一起准备一下 我们一起倒数三个素 朋友们一起准备 三 二 一开始 一开始 今天真的特别美 今天这个云彩 真的说实话 我也 我就一个手机 我特别想录个视频 但很一下就一个手机 如果有两个手机的 我一定在这录个岩石 这里要录岩石的话 一定超级无敌啊 录屏怎么录啊 右下角这里有三个点 点开三个点之后 就可以录屏了 可以录屏 可以清屏 欢迎我们所有新进直播 今天的朋友们 欢迎大家 对这里是在云南的丽江 玉龙雪山山脚下 一个非常美的景区 叫做雪山峡谷啊 大家下次来到丽江 有时间 一定要来这个景区看一看 我个人推荐景区特别美 不但能够最完美的角度 看到雪山 而且呢 能够把所有的美景 全部呈现出来 这个是在玻璃栈桥旁边的 一个观景台啊 一个玻璃观景台 可以在这里拍拍照 对我们来到个小姐姐 我们来看看这个小姐姐怎么拍的 来我们看一看 对有人上去之后就觉得 就很灵动了 对吧 有人上去就很灵动了 我们看看这个 这个摄影师 摄影师在这 我们看他怎么拍 我们来看看摄影师找那几个角度 摄影师找的角度是最完美的 谢谢我们的收看云起 来加盟我们一起点点赞啊 我们看看这个小姐姐怎么拍 主要是把角度找一下 下次我们自己来的时候就知道怎么拍了 否则咱不会找角度的 摄影师他指点的是最好的一个角度 你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 哇这个地方 它是拍出来之后 就仿佛要这个灯上的这个天一样 天空之境的一个角度 来把脸往我这边转一点 手扶着墨镜 来这样 右手右手 拍了小丽咖啡和杯子 谢谢我们的玉树临风啊 小丽咖啡很不错 云南的小丽咖啡 在我们念阶几啊 在我们的念阶 念阶12 讲解中的 六罐咖啡 每罐咖啡都是130克 六罐呢 还加一个杯子 还送一个勺子 只需要39块9 这六罐咖啡我看了 在丽江的这个实体店 正常都需要80到100左右 在我直播间只需要39块9 可以喝到六种不同的口味 云南的小丽咖啡 也是星巴克的御用咖啡啊 穿红色衣服好看 对他是没换衣服 如果他能换上那些服装的话 我觉得会换上那种汉服啊 会更好一些感觉啊 换上汉服会更好 好的 这个大家录单视频 我们要走了 我们在这里停录了五分钟的时间了 我们要赶紧往前走 前面还有两场表演在等着我们的 我们不走的话来不及看了 再给大家录最后一次视频 大家一起准备 我们倒数三个数 一起准备一下朋友们 录屏期间 希望大家不要点灯牌 一起准备 三 二 一开始 腰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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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来 好来来来 连往后这边转 再转 来 头高一点 好了 我们继续往前走 是的 欢迎来听风姐 欢迎来小豆 欢迎来林子 欢迎来沙儿姐 沙儿姐 你今天来了晚了一点 我今天早上是七点二十分开播的 我中途休息了四十分钟 我们现在准备去 走这个玻璃栈桥 这个非常震撼的玻璃栈桥 一起去走一走 一起去看一下 对 这个玻璃栈桥一定要去看一下 因为那什么呢 景色很美啊 我们去看一看这个玻璃栈桥 把今天的美景 这个栈桥 是我们云桂川三个省 最高的一个玻璃栈桥 也是最大的一个玻璃栈桥 非常的震撼啊 走上去 你都觉得瑟瑟发抖 从上面往下看的话 景色非常的美 我们去看一看 我们去把这个美景 为大家欣赏一下 对 走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全是玻璃的 这样的美景啊 就在一栋雪山山脚下 所以你一抬头 可以看到雪山 一抬头看到雪山 又可以看到美丽的风光 心情特别的舒畅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玻璃栈桥 很多游客都在这里拍照 看到没有 底下是深不见地的山谷 山谷底下是什么呢 是一个黄金框 这里是穆天王的金框啊 我们一起等会儿 去看看他的金框去 大家等我一下 我要穿鞋套 好 好 来 朋友们 咱走了 咱一起走 你看这个下面 看到没有 这个底下呢 现在还比较 不是特别高 再往前走一走 看看大家到底 害不害怕 我稍微慢一点 大家一起帮我点点赞 哇 这个大姐厉害了 这个大姐直接躺在这个玻璃栈桥上面 对 这个桥有多深呢 我给大家看一看 来 朋友们给大家看一下 感谢大家的点赞 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有演出 下面还有两场演出 我们一起给大家看一看 你看一下 这个有多深 非常深的一个大峡谷 这里是整个云南 也是一种雪山山脚下 最大最深的一个峡谷 我们去看一看这个峡谷底下 到底有什么美景 有一个峡谷有个金矿洞 还有一个利宿族的村落 我们一起去走一走 对 手机是肯定要注意的 手机是一定要注意的 看到没有 这个 这个你看 底下有多深 对吧 非常的惊险刺激 是吧 我不敢往下看 好害怕呀 姐姐 你是从哪来的 我从新疆来的 新疆来的 往那么远飞过来 你不敢看底下吗 看着特别害怕 没事 你看一下也没关系的 对 这个新疆的小姐姐 你看着特别害怕 对 新疆的一个小姐姐也是 你们是跟团还是自己来玩的 我们跟团来的 跟团来的 玩几天了 玩好几天了 玩好几天了吗 云南旅游你觉得满意吗 满意满意 应该来 应该来是吧 应该到云南来 现在应该说旅游都是做得很规范了 玩得很开心是吧 谢谢 谢谢你 也希望你在云南玩得开心啊 谢谢 希望 我还介绍我的朋友会来 好的 好的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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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看 这个 所以说它有云南的 我为什么问这个姐姐这几句话 因为我跟她素不相识 小心 小心 姐姐 后面有个人不要踩到了 结果我就是说呢 我是希望大家 如果有加息 真的应该来云南 不管你用哪种方式 你自驾也好 你坐飞机也好 你自个儿 你自由心也好 你跟团也好 都可以 但是云南其实 真的旅游已经做得很好了 希望大家都可以放心来云南旅游 开开心心来玩一玩 咱在家憋了一年多的时间了 来云南看一看美景 感受一下自然风光 对吧 对 在打滚 就特别开心 这个姐姐是特别开心 开心在地上打滚是吧 特别开心 欢迎大家来一楼小山玩 超美 您是从哪来的 我是从奎屯来的 奎屯啊 新疆奎屯来的 新疆奎屯我知道 是 我去过奎屯 是 谢谢直播哥 谢谢您 谢谢您 对 玩得很开心 我看您在地上翻来翻去的 表达内心的感受是吧 对 祝您在云南玩得开心 谢谢 那我先往前走了 我们一会儿见 好 好 这么多人都在这拍照 对 都在这拍照 欢迎我们所有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 欢迎大家 我们现在是在云南的丽江 正在丽江 为大家直播美景 欢迎我们这个陈希 欢迎我们的陈希 一听说话就是新疆口音 我想起来 一美姐也是新疆人 就是奎屯我也路过过那 我18年自驾了新疆10天 所以今年只要6 7月份 我的经费充足的话 我是一定要去新疆 可能要20天左右的时间 我现在说实话 对我来说 最难的就是经费不足啊 因为去新疆的成本也比较贵 每天开车加油啊 住宿吃饭 今天门票 一天可能最低也到800到1000左右 所以我们户外主播 其实特别希望 也愿意到全国各地为大家直播 但对我们来说最担心的就是 囊中羞涩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两年都是收入不太好 来给大家看看玉中雪山 你看到没有 这个站道的 这个站桥啊 特别舒服 你就在这个地方 又能抬头看到雪山 又能在这拍上这个照片 你看 对吧 景色特别好 所以你会觉得心情特别舒服 我们一转身看到这样的美景 你会觉得心胸豁然开朗 感觉特别 你看那样的蓝天 你看那样的云彩 看到这样的峡谷 美不美朋友们 觉得很美的 家人们一起飘出一个美字 我看看四百多个人 有多少人觉得 跟我一样感受到美景 感受到一个愉快的心情的 在周一的上午 把这样的美景 把这样的好心情送给大家 一起把美字飘一波 朋友们 可惜我要上班 没关系啊 岁月如故啊 有时间等你休假的时候 我们总有休息的时候 对吧 总有休息的时候 咱说实话 有时候啊 我建议大家 不要总是说 哎呀 我要忙孩子的事 我要忙这个父母的事 能出出哪怕六七天的时间 出来转一转 放松一下心情 我们中国人有时候很压抑 他家太累了 太苦了 咱也偶尔出了一点时间 为自个儿活一下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拿出三百 拿出这个三百六十天 为你的孩子 为你的父母 为你的家庭活着 拿出五天到六天 为自个儿活一下 出来放松放松 约上自己的好姐妹 约上自己的小闺蜜 一起来看看云南美丽的景色 一起看一看 美丽的自然风光 也在这个战场上走一走 对吧 也在那个桥上打打滚 你看 你穿上一个衣服 你坐在这个地方 或者你站在这里 背后就是雪山 你看你拍的这个照片 多美啊 阴影萌萌说 我二十号去立江 好的 欢迎阴影萌萌 如果你想要来定房找我的话 你私信绑一的管理员 你想要来 这个其他的 不管是要个旅游攻略 还是怎么的 只要我能帮上忙的话 我的愿意 一定愿意帮大家啊 来咱接着往前走 前面咱去看什么呢 前面咱去看这个表演了 得抓紧时间 咱赶紧看表演 因为今天我们的 这个看到的东西比较多一些 希望大家都可以跟着我的手机 一起云旅游 刚刚滑到的朋友们 不要离开直播间 咱一起呢 边看美景 边点赞啊 边把美丽的自然风光 都呈现给大家 旅游好累 那个这个晨曦姐姐 那你就跟着我的手机 看一看吧 在我的手机里面 跟着我一起云旅游 这样又不累 还能节约 大家只需要帮助下雨一下 一起点点赞就行了 点赞的是免费的 一起点点赞 一起把美景都欣赏一下 和感受一下 来朋友们 咱走一走这个长马古道 这里呢曾经就是一个 马帮走过的道路 很多人经常问我说 丽江为什么这么繁荣 丽江为什么得到了 三项世界遗产 我说了 丽江一切的文化 一切的历史 都得益于长马古道 没有马帮 丽江不可能有 今天的一个繁荣苍盛 不可能有这么一个 一千多年的古老的 文化历史的历史名称 那么这就是长马古道了 以前的马帮的马夫们 老大家的马锅头 普通的这个马夫 叫做马饺子 连马都不如啊 只是马的一个小饺子 对吧 马锅头带着马夫们 带着马饺子们 带着二锅头 牵着马背着茶叶 一天走上几十公里 一直要把茶叶 从云南的普尔 送到西藏去 送到尼泊尔去 送到印度去 甚至上海伦 送到欧洲去 这就是被全世界称为的 南方丝绸之路 也叫做茶马古道 我们今天来重新走一下 长马古道 感受一下 这里的松树 马帮就在这里行走 可能会遇到土匪 可能会遇到野兽 可能会遇到瘴气和雅全 所以他们的性命 随时随地都会有危险 在中国的云南历史上 有一句古话 叫做十去四回 十个人走马帮 只有四个人能够活着回来 可见当时多么的艰辛啊 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马帮的文化 下面等会呢 会看到一个马帮 两百年前的五星级酒店 只有马过头才能住进去 马脚子就住在外面 我们去看一看 马过头享受的是什么样的待遇 一起走一走 一起看一看 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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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从哪儿来 从重庆过来 从重庆过来 你从哪里过来 我是江苏人 扬州人 刚刚听你讲 你这个要游览子 我就大好喝 谢谢 谢谢 你们是自个儿过来玩吗 对 还带着这么多吃的 云南美不美 美 真的很美 值得大家来 第一次来云南吗 第二次 第三次 你第三次啊 看来你很喜欢 这个好几次了 那你们从重庆飞来 是不是机票很便宜啊 一千多 一千多 往往往 那你买晚了 最近机票涨价了看来 对 那看来旅游要慢慢的恢复了 对对对 这个祝你们在云南玩的开心 谢谢 可以关注一下 多个粉丝吗 你是抖音叫什么 我叫丽江夏雨 夏天的夏雨水的雨 你的网络在这里不好吗 为什么我们在这里网络不好 因为我做直播肯定要用最好的信号了 我有三条信号 丽江什么 夏天的夏雨水的雨 对你点进去就可以看到自己了 丽江夏雨 对 哦看到了 我在网派看 我有啊 我三季 还在直播 对 来打个招呼来 那打个招呼来 嗨 嗨嗨嗨嗨 看到了 嗨嗨嗨嗨 还有个太阳是吧 对 OK好 谢谢你谢谢你 多看我的直播 我过几天我去 播完丽江去播灵芝 西藏的灵芝 西藏的吗 对 然后四月份我们去播那个西藏板大今天泼水节举行了 我们四月份去泼水节 然后六七月份我们去新疆 到时候多看看我们的直播 谢谢您 拜拜拜拜 好的 谢谢谢谢 来朋友们看一下我们雪山就在这里啊 欢迎所有新进来的朋友们欢迎大家 这里是在云南的丽江 我在玉东雪山山脚下 正在为大家呈现美丽的风景 把这样的美丽风光带给大家 喜欢自然风光的朋友们都可以关注一下我的直播间 因为很多朋友对很多朋友都很喜欢看直播 因为看直播他 一不光是欣赏美景 很多人是我想来旅游之前 我先看看直播这样的话 我可能就知道我来到丽江怎么玩了 比如说我马上要播直播灵芝 你看了我灵芝的直播你就知道 我们去灵芝应该怎么玩 因为主播应该把你想踩的雷都踩完了 把你走的弯路都走完了 你你自个去灵芝 你会用你最有限的架息 花你最少的米玩最好的美景 对吧 我的直播其实是一个旅游攻略式的直播 也是一个美景的直播 希望没有关注的朋友们 都可以关注一下我的直播间 跟着我的手机一起 云旅游一起看美景 好不好朋友们 关注点这里啊 关注来一个 也希望大家一起帮我点点赞 点赞是免费的 好吧 点赞是免费的 这是丽江的雪山峡谷 今天是要把这个美景带给大家 另外给大家说一下 下去之后可能信号会有点卡 但是我会迅速离开那个卡的地方 欢迎我们的娇娇带领游云南 家人们跟我们这个 娇娇带领游云南点点关注 跟我们榜三的林姐点点关注 感谢我榜二的博弈姐姐 感谢我榜二的博弈姐姐 跟我们榜一的宝点点关注 谢谢我们所有新进来的好朋友们 好的给大家录个视频吧 一起录一下吧 虽然是一个装饰花 也给大家录一下 雪山就在这里 我们轻轻的转一圈 大家一起准备 一起到处